针对中央积极推动年金改革 县长陈光复主张 改革是必须进行的方向 基金的稳定运作与合理公平性 是这一次改革的重点 但他也呼吁中央 澎湖的环境不同 公务同仁流动率低 基于生活保障以及吸引人才 建议李岛家级能够纳入 李岛同仁退休凤的计算基数 县长陈光复他主张 在年金改革的大方向之下 中央必须顾虑李岛的环境不同 公务人员派驻李岛服务 除了既有的兴奉之外 另外有李岛家级 他建议中央 针对在李岛服务 满一定年限的公务同仁 中央应把李岛家级 并入月退缤的计算基数 他们在这薪水里面 当然有个李岛家级 有个李岛家级 这也是算作他们的薪水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里是要计算 这个退休凤基金的约 是不是可以从李岛家级加进去 加进去并级 因为一般就是说 一般李岛家级 可能都看这顶 有的五、六千、六十千 不一定了 就是这个如果 他的改革的时候 可以最高到六十五%左右 不然你也说到四、五十% 会并级进去 这样我们李岛家的退休人员 一个月可以 加三千多块 不一定了 看他的这顶 对于这项政策 许多公务员表示认同 因为年金改革之后 公务人员的退休凤 将大幅减少 如真能把李岛家级 加入退休基数内 确实帮助很大 我们也期待陈县长 能带领我们全县的公务人员 以地方父母观的姿态 跟中央政府 在建议这一场的年金改革方面 能够秉持着这两点 为我们全县的军公交人员 谋求一个未来退休以后 更多的一城的一个保障 陈光复也强调 作为民进党重振党员 他支持年金改革 但作为澎湖县长 可以感受到公务同仁的无奈 低阶的公务人员生活 应该获得保障 请中央在完成年金改革立法工作之前 能谨慎思考李岛的环境差异 将李岛家级 计入计算基数 让年金改革 不分中央 地方 皆能顺利圆满地完成改革目标 记者 陈荣誉报导